大家都知道吗? 其实对于现在的娱乐圈当中,女明星在年龄大了的时候是比较让人不开心的一件事情,因为她们在年龄大的时候就需要考虑一下自己的未来, 她们是应该和一个比较富有的男人结婚,然后过上比较富足的生活比较好一些,还是找一个自己的同行两个人一起相濡以沫在一起比较好,或者是有一些人她们选择了去找一个比较小的人,因为感觉比自己小的人不会那么强势,自己可以把自己的个人主义发挥得好一些。 先来简单介绍一下,说到李湘和赵薇,真的是娱乐圈内减肥最成功的两位女星了,之前在荧幕中出现的她们都是微胖的形象,引发了网友的一致吐槽, 一位是在湖南卫视上走红的知名主持人,一位是在影视界有超高人气的演员,她们都是42岁的年纪,竟然也从胖子成功逆袭。 没错,早前赵薇被拍到和韩红同框的时候,这身材简直不输韩红了,照片中戴墨镜的赵薇脸旁圆滚滚的,看上去与身旁的韩红脸型相似。 在娱乐圈的女明星当中,如果有一些人她们比较自立的话,即便是嫁入豪门之中,也能保持着自己的生活,自己有个自己的事业。 这就是比较让大家尊敬的一件事情,其实这对于普通的女孩子来说也是比较然后大家感觉特别厉害,因为作为一个女孩子就要有自己独立的经济事业。 其实如果不能够保持自己的经济独立,那么很有可能就造成自己太过依赖,这样对于两个人的婚姻来说也不是一件好的事情。 只有自己保证自己的经济独立自己才有自己的人格独立,这样才会有一个幸福的婚姻,其实两个人幸福的婚姻应该建立在两个人比较平等,在经济上比较平等的一个技术上,如果一个人一直都靠着一个人在养活着,那么两个人的回忆肯定不会维持太长的时间。 总而言之,崇尚心理健康,万事大吉的赵薇偏爱瑜伽,因为他对调节内分泌有很大作用。 他说,我不指望用这个减肥,但由于瑜伽能使心灵得到进化,我打算有时间要好好的练习一下。 此外,不拍戏时的赵薇还可以一整天都带在高尔夫球场上,既能锻炼身体,又能放松神经。